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解锁金字塔的一秘密 首先,从998的官网进入 打开右边九个点 这边一样选择经典版 不要选计算机 先从经典版进入 进入经典版之后呢 这里有几个视图 我们选择这个3D绘图 这样子呢,就变成一个立体空间 好,那这边呢,可以这个缩放 这边可以拉近,拉圆 那今天想要建一个符合比例的金字塔 我们要先输入数字 这个塔高,一般我们就习惯用H H呢,就输入146.6 接下来,底边的边场呢 S,我们就把它输入成这个230 有了S,有了H 我们就可以来标底座的点 底座的点,我把它设成A等于S除2 S除2 好,这里呢,A点就出现了 可是为什么画面右边没有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范围不正确 这边呢,再把它范围呢,再缩小 大概缩小到100多 这时候呢,A点现在已经跑出画面 它没有置中 所以呢,我们要先让画面可以调整置中 如何调整呢 按一下上方 这里有个旋转,还有个移动 我们今天按一下这个移动 在外面点一下,这边会变上下的箭头 再点一下,变十字的箭头 变成十字的箭头,这时候才能左右移动 好,我们把它移到在中间 大概就是,大概前后左右 各大概150左右 好,这样子呢,就有A点 选A点呢,这边可以再调整 因为它边长是230 所以呢,在第一向线 在第一向线的位置,这个叫坐标 它就会变成S除2 就把它取一半 15150 接下来呢,B点 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边 它刚好在A点对面 所以呢,这边输入-S除2 然后S除2 接着呢,再输入这个0 好,B点也出现了 那有了AB2点 我们就可以来画底座 对,金字塔的底座呢 是一个正方形哦 对,金字塔底座是一个正方形 不是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现在要画正方形 我们要选择上方 对,再从上方选 有一个 从上方选 第五个 有一个正多边形工具 点A再点B 要注意这顺序哦 先A再B 接下来呢 输入这个数字4 好,那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的底座就出现了哦 好,那有了底座 我们待会就可以把它拉高 变成一个金字塔 好,那要拉高 对,金字塔是一个角锥 角锥是上方一个点 我们从工具列里面 从这边到处第六个 点一下 有个角锥 另外还有一个拉承锥题 我们今天呢 要输入高度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拉承锥题 点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多边形上点一下 然后 它跳出一个四窗 输入H 按确定 好,我们的金字塔就完成了哦 那你 目前下方的空间还很多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可以再移动四窗 在画面空白点一下 先切成移动 在画面空白点一下 变成上下箭头 按住往下拉 好,那这时呢 可以再放大 诶 这样子呢 就看到我们金字塔的这个底座 另外我们也可以再熟悉一下 这边的3D功能 另外我们可以再 好 那这个金字塔也可以换颜色 我们选择这左边 点下右方 这里呢 你可以换一下颜色 例如说换成这个绿色的 这边也可以再换一下 例如说这边也可以切成金黄色 好 在我们金黄色金字塔就出现了哦 那这里呢 还有很多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探究一下 例如可以让这底面呢 长起来 好 那这边也可以出现网格 好 那房子的部分呢 这里有很多视图 这个是俯视图 从上面看 前视图 从这边看是三角形 那右视图 这边呢也是三角形 那再点回来 这边就是从斜上方看 切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再看右边 右边有不同的这种 三维的观看这种方式 打开这两个眼镜呢 这边有蓝色跟红色的线 就表示说 你今天如果用这个立体眼镜 就会看到它立体的效果哦 好 那关于这个设定里面呢 还有很多这个小细节 鼓励大家可以玩看看 还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可以调整 对哦 例如呢 是不是要使用光影效果 然后还有一些剪裁区 还有显示剪裁区 切换剪裁区的大小 这些小设定 让大家自己玩看看吧